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就快是劳动节 大家五一假期当然很开心 不过放假之余 借着五一这个机会 大家都是关注一下劳工议题 劳工权益 今天很开心找到两位工会的朋友 就是林伟光和谭金莲 伟光和Janny 都是在劳工顾问委员会 帮工会反映意见 推动一些劳工政策 不如先问一下伟光 其实我都认识了你很久 你在工会也很有经验 不要这么说 现在又在劳工会帮工会服务 最近劳工顾会是关注什么议题 最近劳工会呢 其实我也是刚刚接受劳工会 开过一次会 主要都是讲安老护老的特别计划 但最近好像听闻都会开会 但又不知道讲什么 现在给我的感觉 劳工会的议程 或者讨论的内容 都相对是比较神秘的 政府都是临时临急才说的 曾经听闻就可能会说4118 就是关于我们的连续性契约的时间保障 另外也听闻 关于职业安全 学业天气指数等等都会有 不过我最近最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工友兄弟 听到政府就说想输入外劳 亦都是叫做抗大输入外劳 我们称之为 亦都牵涉的工种 亦都是好像 除了安老护老之外 可能是去到建造 运输 旅游等等 不过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 Janny有没有 讲到这些问题 好像都没有问过劳顾会 真的 没有收过任何资讯 都是在报纸看到的 当然了 我们知道劳顾会 其实也是很重要 就是劳顾会 谈了一些 和劳工法例相关的议题 而有了共识之后 这个共识也很重要 如果到立法的阶段 这些议题来到立法会 其实立法会的议员 很大部分 其实都是很重视 那个劳顾会共识 所以如果有一些议题 是劳顾会 你们就付出了很多努力 如果谈得好 去到立法会的 那个立法程序 其实相对又会容易一些 所以其实你们的工作 都是很繁重的 或者我又问一下Janny 除了外劳的议题之外 有没有说 我知道你上一届 已经是劳顾会 有没有哪些议题 是一直都跟进 而政府又好像不太积极呢 是啊 其实很有幸 第二次担任劳顾会的 顾面代表 其实在我上一任的时候 我们六个劳科代表 已经因应疫情之下 新的聘用模式 就是一些独立工作者 平台经济的独立工作者 那个权益 或者是职业安全保障 就是联署信给政府 要求他去检讨这个保障 但是呢 就是等到 早前几个月前 局长才说 都应该要研究一下 其实当中这两三年之间 有不少的意外发生了 而且当中有不少的致命 往往是出现了意外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职业安全保障 或者労工保障 这个都是我们社会上 和公会比较关心的问题 不过呢 虽然局长开了口 但现在已经来到四五月 暂时未听到政府 在这方面 有什么想法 或者初步的建议 未来下半年 只剩下半年时间 希望政府加快进度 因为始终在疫情之下 其实多了很多人 投身这种平台经济 现在呢 即使是疫情过去了 消退了 但是这种经济模式 已经是成了形了 有不少人投身这个行头 仍然是以这个为主要的工作模式 这个保障呢 就是疑早不疑辞 早点开始讨论 对社会来说 早一日建立保障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 都是靠这些平台工作 也都是他们 未必是有僱员的身份 但是都希望有一些 在劳动上 都有一些保障 另外那个418 连续性合约呢 其实都是希望 可以修改一点点 令到我们的兼职工友 可以多些 获得一些保障 另外两位 除了这些议题之外 你们在劳顾会 将来有没有计划 还关注哪些议题呢 其实劳顾会 都是一个三方协商的模式 刚才伟哥所说的 政府如何去看待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角色呢 非常之重要的 亦都希望呢 不论是新的经济模式 还是劳动方面的 就业的那个权利 或者是一些外劳方面的政策 都希望和政府呢 就是多一些的协商互动 而且在政府放风之前呢 最好呢 都是和劳资商方 各界呢 有清楚的摸底的工作 和呢 订出一个方案呢 比较符合各方面 持份者的利益 那这个呢 就是我相信呢 老顾会顾员代表的 希望呢 推动政府去更加重视 三方协商的角色 是啊 另外刚才阿伟刚呢 就提过啦 那最后就问你啦 其实你刚才都说过 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酷热天气的 一个防中暑的指引 政府都之前咨询了啦 那另外呢 估计呢 今年的夏天呢 都会推出的 那我们都是希望 那个指引 真的可以帮到一些工友 是不是啊 韦哥 是 没错啊 声言 那刚才好像Janny那样说呢 其实劳顾会的角色呢 我自己觉得呢 应该是要政府尊重的 一个呢 就本身它是一个历史悠久 亦都是行之有效 劳之方三方一起协商的角色 那无论是劳工议题上面 大大小小都好呢 都应该呢 透过这个平台呢 去资深协商 达到共识的 那我好像刚才主席讲到 关于那个天理好业指数里面呢 好在呢 就跟我们劳顾会呢 先沟通一下 因为其实本身呢 那个设计的模式啊 衡量的标准啊 甚至乎执行的方面呢 我们看过之后呢 我们工友都觉得 哇 这都挺复杂啊 这样说 那如果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呢 可以先经过劳顾会 在这里大家一起看下帮手 这样才去推动件事呢 我想是比较有效的 那因为本身工友 现在又是酷热天气 天气又越来越热了 那很多工友呢 都希望在酷热天气底下 得到保障 那没有理由 一会儿政府推出了 那个指引之后呢 又行不到 到时呢 又保障不了工友 又得不到效果 那就更加不好啦 是啊 好啊 今天呢 就非常之多谢两位 那也都是多谢 希望你们呢 葦光啦 和阿Janny呢 继续在劳顾会呢 帮我们反映意见 和推动政府呢 可以更加好地 保障我们的工友啦 那预祝大家 劳动节快乐 那我们有机会呢 再聊个聊啦 好啦 拜拜 拜拜